方向导数三变数函数 给一个三变数函数 我们要求在P点 沿着U向量方向变动的方向导数 由于三变数函数 它的图形无法被绘制 所以我们先把P点带入我们的三变数函数 先求出它的函数值 带入的结果 这个是2加上3乘以2的平方加上1 我们得到这个函数值是等于15 那么这个函数值等于15所对应的图形 我们叫做这个三变数函数的其中一个等位面 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函数值 都是等于定值的这种图形绘制出来的话 我们叫做等位面 我们这里画的是 这个是一个椭圆面 椭圆面我们只画它的上面 xyz平面上方的部分 那如果我们只画xy平面上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二变数函数z等于 根号15-2x平方-3y平方这种方式 我只画它的上面这个部分 我们先看这个椭圆面的图形 输入这个 利用3D绘图 这个是在xy平面上面的椭圆面的这个图形 那么因为我们取了根号 所以只有正的部分 那如果底下负的 那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等位面 等位面的图形 这是一个椭圆面 所以我们把椭圆面绘制出来了以后 我们要求它的方向导数 求方向导数 我们先求一个向量叫del f del f叫做t度 t度的运算呢 我们是把这个三变数函数 分别对xyz做偏导数所形成的向量 对x偏导数这是4x 对y偏导数这是6y 对z偏导数2z 把这个点坐标带进去 121带进去 我们得到4122 4122这个向量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点 这个是p点 p点是121 那么对应出的一个向量 4122 这个向量会有什么特性呢 这个向量它会垂直于 这个点它的切平面 也就是说这种t度向量的话呢 会是过这个点的切平面的法向量 跟这个切平面会垂直 那t度这个向量它会有这个特性 我们要求方向导数 方向导数的话呢 就是说当我三变数函数 沿着这个方向变动的时候 它的变化率 它的变化率求法 我们就是用t度向量 和u向量 u向量是用单位向量来表示 方向表示出它的方向 用t度跟u向量 两个向量做内积 我们得到这两个向量做内积的结果 那我们得到呢 根号三分之十四 根号三分之十四 就是f在p点 沿着u向量方向的方向导数 肯定分比方向导数 在前方向导数 相当保货 顶眉 阴索